大家好,东北斯老师 东北啊,现在已经进入了春天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水稻种植库 这春天的准备工作准备怎么样 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 我们到这个水稻合作社来看一下 看看这春耕啊 这准备工作做怎么样 它这个春啊,基本都是水天 现在都在维修啊,都在做准备 现在有一部分地啊,已经赶上旱天 所以说它这块 它什么设备它都得有 也都在紧张的检修中 这水稻种植库合作社 这现在啊 春耕的东西啊,现在就开始做准备了 你看这八地的 这都是八地的 我经常敲冰糖的 拉机 采阳机 这都出来了 这现在啊,这都准备开始 维修,做准备了 现在屋里套,挺汤的 哎,是屋里套 啊,这整啥,这准备冲耕了 这前来就为那个冲耕做准备了啊 做准备了啊 这个维修,这个自己干 这维修啊,整这些东西都得自己干 这还有点汉田地 嗯 我看这些东西都整出来了 这就开始做准备了吧 准备冲耕了 啊,该检修就检修了 啊,该检修就检修了 这已经过完年了 这东北也天暖和了 这现在就开始检修了 它里头芋苗了吗 没芋吧 没芋了 现在芋不了了点找啊 你看看现在剩这一堆 这水稻种植户 种到最后啊 剩了一堆废铁嘎的塑料布 钱没挣到 就挣在废铁嘎的塑料布 现在耕种的机械啊,全出来了 你说一个种植户啊 你说得多少东西 哎呀,这还有小火车呢 这水稻种植的设备 看这造多稀 再往里走走看 这水泵造多稀 这是全是水泵 这柴鸡 这查阳鸡 这也是查阳鸡 这首幅刷鸡啊 这也是巴蒂的用的 大家看看 他这个这套设备是干啥用的 值不值得 大家有知道的 现在我评论区留言 查阳鸡 现在都搭档出来了 都进行检击 这两个是播种鸡 这个也是查阳鸡 查阳鸡 这上面是什么东西呢 小型播种鸡 这哪都是拖拉机啊 这拖拉机造了多少台 这种植户 砸了一堆塑料布 你看 上了一车塑料布 这两个是水稻域 预装用的 这一般收割机 这份用完了 就搁下来了 这今年一下天是用不着的了 这就新进设备了 哎呀 这个进这个这个机器干啥用呢 挖沟的机器 这机器多少钱呢 16000 16000 这还没组装完 这也得不断的投入哈 这种点地也不容易 这还有一个采样机 这哪都是啊 这设备 啊那边又买个全空机 啊那个7000多 这不断的买新设备哈 这挂出赚点钱呢 看这设备造多些 这造了多少台拖拉机 这都大个的拖拉机 要不中更收车进不去地 这旋更 那边还有 这设备不断在填呢 虽说水稻价格不上不涨 去年只涨了一分 但是地也还得送啊 这是老百姓的根本 不能忘 这大梨 这边这还有一个鲜耕机 这设备啊都在维修 什么都得维修啊 这也是耕地的 也都在维修 到了农忙季节了 农民啊都在紧张的解修了 这东北啊以前介绍了春季 都在锦罗密谷的 为村庚做了准备 这个地现在还是还没划透 就是地下不去 现在你看大棚啊 浴苗大棚已经都扣上了 就准备啊地温上来之后 马上就准备开始浴苗了 因为苗开始翻地 那新的设备啊已经进来了 这也不断的在更新 这不论怎么样 那个土地啊是农民的根本 就谁说去年水稻涨了一分钱 农民现在也挺艰难的 但是呢农民也输了 装监不得年年重 这个地还得重 这个根本不能忘 这一块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大家请多关注啊 咱们下期再见